林口高中今年的毕业典礼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6月1号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 并以意图为主题 祝福同学都能展翅高飞时间梦想 同时也带着学弟妹与师长们的祝福 迈向下一个人生的里程碑 凤凰花开之际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林口高中今年原本让高三的同学 能与学校共同规划一场动人心魄的毕业典礼 但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打乱了原本的计划 学校因此紧急召开会议 一日以线上直播方式举行 带给毕业生们一场简单却温馨隆重的毕业典礼 学务处配合我们的图书馆的资讯组 还有我们的这个教务处的这个设备组 我们共同利用设备跟利用这个YouTube的方式 在6月1号早上9点来直播 毕业典礼以意图为主题 象征高中的旅程就像一站一站的列车 过程中有欢笑有泪水 而到终点站时随意不舍人就需要下车 迈向人生的下段旅途 祝福同学都能够展翅高飞实践梦想 今年第一次采取这样的方式呢 虽然是不得已 但是我们希望呢 用这样的方式也带给我们的毕业生 跟所有的家长都能够一起来共同 回忆我们三年以来的这样子的生活 透过YouTube线上直播媒介 在家就可以观赏林口高中第19届毕业典礼 图志贤主任表示 这一届的孩子们即便处于疫情严峻的环境中 男人在心中留下一段美好且温暖的回忆 同时带着学弟妹与市长们满满的祝福 迈向下一个人生的里程碑 记者虎宇轩林口采访报道